今天我要認真回信 这是一个宣言吗 对啊 我觉得从以前就是马克信箱摇摇欲坠的时候 在最可怜的时期一周只有两封到三封信的时候 到现在我们每次 那个时候每次的开场就是 今天我们一封要回很久很久 另类的认真回信 现在我们则是每次开场的时候是 今天我们要很快把它回完 因为想说讲了两周都没有成功 所以你觉得今天我们真的要加快 就加快一点点吧 好但是在加快之前 忍不住我就一定要废话 我有太多一个礼拜才见你一次 我有太多好消息要跟你分享了 是因为你周末过得太充实了 应该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啊 这个分享的事情是真的是关于马克信箱 不是关于我个人 我今天把我个人的那些就是杂谈跟触发降到最低 我讲跟马克信箱相关的事情 在这一周呢我真的接到了几位听众 然后私讯或是写信给我问说 马克请问一下马克信箱的业配价格是多少 他们真的认真在询问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直没有人来悬架才是我觉得我很confused的一件事情 你会confuse我非常困惑欸会吗 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脑波很弱的点友要来下广告才对啊 不是啊可是这些点友他们要下什么广告 他们要卖什么 他们要宣传什么 他们已经长大 他们现在公司里面上班 也许他们有一小笔的金额跟预算可以运用 所以我想说他们应该是有点有一点点的闲钱想要砸在我们内海 然后就心里想说都一直没有人来 是不是就跟一个店家就是说 你说不够push自己是不是 就我的东西很好吃 然后我觉得我的餐厅很棒 可是因为可能就是新开始大家都经过没有人来 所以我们要聘请一些人排队或是内用在里面营造 说部落客是不是 没有没有就是我雇人来吃跟雇人来排队 就是我只是要大家经过看到说 这个餐厅是很有人的 大家都会来吃的会排队的会 那他也想试试看 所以原本我想跟我朋友说 诶你那个茶你要不要考虑 先从朋友下手 对我想说朋友应该他之前也有行销预算吧 对他明明就有啊 我之前也有想过说他好像 因为他之前也有跟强强合作说 哦蛋糕有些口味需要跟茶跟什么有关的 他们可以互相合作 下点钱在我这边应该也是可以的 哦交换就是媒体交换跟下钱 好像又是两种不同的 可是你看他们以前做东西 他们都也有预算会请我们 我这么不专意的配音员去帮他们配音耶 可是那个东西是他 哦我们现在又开始在聊自己的事情 那个东西是他们公司要用的公司影片 所以那个本来他们就有要找配音员的预算 对啊那个跟下广告又是不一样 因为下广告在乎的可能还是触及率啊 就是有没有效果啊 然后他们可能大部分都还是 如果是有点规模的公司就还是会找广告代理商 那CEO你已经定价了吗 我我自己一开始有一个价格啊 我自己就是用我欧马克 Facebook接业配的价格来接 那不是很贵吗 嗯没有还好吧 你干嘛这样不要害我接不到业配 对虽然我也没有接过几个这样 然后后来呃 可是我后来都直接跟听众说 可是你本来就是我的听众的话 你本来就是我们的听众的话 你干嘛要花这个钱呢 你就写信过来 你就可以你要宣传什么 我们因为我们在念的时候不是就是了吗 我要你们特别帮我做一个很冷宵的广告 不是只要你念 要是你那天心情不好 刚好念到我的气死气沉沉 然后就带过了 然后你还会回去说这真的有很好吃吗 那我的形象不就是烂掉了吗 我不能躲一把在你们这两个这么ㄎㄧㄤ的人身上 就是哦这个接下来哦 这边就是业配啦 然后他在说那个店家可能就在哪里 哪里交叉入口 哦就这样好哦 然后我们就下一封 他想说给点钱可能会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但是给点钱我们就是要认真做 那你上册马克星箱忘了那个感谢名单 要加组件歌进去 哦 配那个什么欧油点点点的 对对对 那又不是真的 那又不是真的 还是要感谢他一下嘛 好然后所以就很感谢询问的点友们 但就是当然除非就是你们服务的公司 就真的他有行销预算 然后他愿意相信你的话 再再来说 不然的话可能说 你们可能要宣传一个什么学生活动或什么之类 那真的是不用啦 就是你们都是 大家都是穷学生 穷DJ还比穷学生多 除非你在你们学校申请到了大概五十万的预算 对 如果你们学校是这么有钱 学校拨款给你们办这个活动的话 那我想弄一点出来是无可厚非 啊是是是是是 但如果你们就是自己一直在自掏腰包打工赚钱 然后就是要 对那就不需要了 对那些钱就是 就是大家还是要如果 哦对每次呢那个青春点点马克星上下面都有一个斗内连结 然后我好像从来没有很认真的告诉大家说 哦其实可以藉由这个方式斗内就是捐捐助我们 那我希望就是你们斗内的是你们每次斗内青春点点点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最低好像只要一美金就可以了 一美金就是三十元嘛 我希望就是你们斗内我们的钱是 譬如说你在这一周 然后当你有想要喝饮料的时候 你突然想到青春点点点 那我们会变巨富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你在要喝饮料的时候 你刚好看到楼下公司我们团购几杯饮料吗 对就是你想到青春点点然后突然想到说 诶那我今天不喝着一杯 然后所以我省下一杯的钱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每次要喝饮料的时候 你省下一杯的钱 然后你可能把 你觉得这样赚的钱比较多 还是在青春期的少男 他没想要打一次手枪就先斗内我们一次 你觉得这两个金额哪个会累积的比较多 如果你是要以金额比的话 那绝对是绝对是打手枪啊 你在说什么 男生就是每三秒就想一次信啊 青春期的时候还会挑战自己身体极限 我想要看看我一天可以射几次 巨富巨富巨富 不是但是我想就是 斗内连结我不是为了真的要赚大钱 我希望是大家就是少喝一杯饮料 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好 就是你同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 哦对我把就是那个糖分省下来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好 然后同时你又可以就是 把这份钱捐给穷DJ 然后你就同时做两件好事 我觉得很棒 不是叫你把我早餐钱省下来 对对对对对 不要搞错方向 好那就说到了斗内 在上一周 呃其实这做了第四集 今天第五集 我们陆续都有一些斗内 然后有人就是会试试看啊 捐个一块钱两块钱啊 按按看 对对对 然后有人会捐个五块钱啊 那个要经过很复杂的 一道又一道的关卡 不用 可是前提就是你要有信用卡 可是你要有YouTube账号才可以 不用YouTube账号 也不用Google账号 也不用Google账号 你就是要信用卡 所以我直接按斗内 他就跳出说请输入你的信用卡卡号 或是PayPal账号 PayPal的对 但有信用卡的话就可以了 对那多的话就是有五块钱 有十块钱的 在这一周就是上个礼拜呢 我们收到了一笔最大额的捐款 多少 81块 怎么会有一块 怎么这么妙 81块美金 好多哦 我在想他如果是不小心误按到的话 8跟1差很远 这应该也不是误按的 还是8 不对啊 8跟Enter也 差很远啊 如果83有可能是他按8块 要按Enter 然后没按他就按到83 可恶 81真的蛮妙的耶 对啊 所以要谢谢五人 谢谢 对他之前也有捐款Dolnet给我们 然后这次直接捐了81块 太感恩了 那这真的就是 快想Dolnet大户铃铛 叮叮叮叮叮叮叮 谢谢五人 谢谢 让我们做了一集节目 我们简直可以是冠名赞助播出啦 这一集就是你冠名的 对 好我们正式开始回信了 好废喔 废话那么久 这是一个包裹 然后很多的铃铛 就是刚刚的 招魂喔 僵尸哪有那么帅 Dolnet Dolnet 好 呃 你有看过遗落 哈哈哈哈 干嘛 遗落战境吗 遗落战境 有个很大的谎言 就是在其他星球还有其他的他 对对对对 有千千万万个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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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是好结局啊 哦 因为我那天真的看得好累哦 我想说那我先睡一下好了 我就睡着 但是我想说这部批兽这个演法 应该也不会有太突出的峰回路转才对 嗯 没错 你果然是一個 好了請回信 哈囉馬克瑪莉 我是台北的天天 收聽節目以來呢 我第一次提筆寫信給你們 而且還是為了送禮物給馬克 喔這是什麼禮物 鈴鐺是要掛在你的褲頭嗎 不 想犯罪就會想 不不不不不 你想要瞎眼嗎 讓我用雷射筆射你的眼睛吧 好幼稚喔 好然後他說 同時又覺得只有馬克有禮物 瑪莉太可憐 所以又從日本帶回來的紀念品 你當中挑來挑去 覺得這個鈴鐺叫做 英靈 英靈 什麼東西啊 英靈不是在你背後的東西嗎 在你肩膀上嗎 幼稚 英靈 誰要英靈鈴鐺啊 櫻花的櫻 是櫻花上面是個櫻花 喔 櫻花鈴鐺 然後大家不要想成就是 對 有一個嬰兒在你肩膀上 這才能襯托出可愛中帶點性感的瑪莉 啊 想不到第一次寫信 一定是節目停播了 本以為 英語山清水寺欸 嗯 本以為上回邀請兩位演講之後 可以鼓起有勇氣Colin 結果好像Colin成功一兩次以後 青春就這樣流逝了 回想最後一天的歡送會的畫面 算是讓這一切的美好 畫下一個美麗的休止符 很幸運在最青春的時光有你們的陪伴 你們也不知道你們曾經陪伴我走過最低潮的時光 我知道 你知道喔 嗯 我猜的 因為天天現在很正面啊 嗯 對 而且天天我還看他的那個粉絲團 嗯 他還會一直在做一些就是蠻酷的 就是給予價值的東西 嗯 就譬如說他會有 呃 如果如果他現在在做那個 不管是企業或是校園的那種 有點激勵講師的東西 或帶活動團康的 所以他有說就是呃 如果你有什麼 呃問題或你想跟他吃吃飯 就是他 他願意 對他開放他的呃 什麼那叫什麼calendar 日曆他開放他的日曆 就是你可以跟他約吃飯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 一起聊聊天或什麼幹嘛 就是給予價值的東西 然後這也算是一個挑戰 因為就是 可能我們都一直在很習慣的 跟很習慣的人交往跟吃飯 然後這也是強迫一個 不管你一個認識久的 認識不久的 或甚至是陌生人 你就可以聽聽他們的故事這樣 我覺得這個挑戰蠻酷的 我也蠻想做的 他說在五年前 我因為某些原因得了憂鬱症 而且還是重度 哇完全看不出來 真的耶 對啊 重度憂鬱症 當時呢有幻聽 還會無意識的自 會自殘欸 從發呆到回神的過程呢 要不是被關在醫院裡面 我可能早就不自覺的就是殺了自己 沒關係媽媽只要你快樂就好 我發現我被家人放棄了 但是對啦 我是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愛 可是這種心情很矛盾 讓我崩潰很久 這期間呢 都只有青春點點點 能給我短暫的放鬆 在之後的某些機緣才讓我有機會擁有現在我很喜歡的工作 甚至可以跟更多人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鼓勵更多的人 哇我不知道有這一段耶 很感謝青春點點點無私的進入我的生命 伴我走過了各種故事 也很希望現在僅存的馬克信箱能夠持續堅持下去 好然後今年的演講機會 他仍在努力的溝通中希望能有好消息 因為天天之前有邀請我們去在他辦的講座裡面當講師這樣子 好所以也要看客戶買不買單囉 謝謝天天 然後有附回郵信封 謝謝你的英靈 這個是H先生吧 早上上班途中有事想寫信給你們 但現在忘了 馬克瑪莉 有時候我身邊的人會跟我說他們私密的事 不一定是性相關私密的事 我會有點好奇我身上是散發些什麼嗎 讓他們會想說內心的話 很棒啊 我會這樣問也不是說我不想聽他們講 我也很開心他們願意很真誠跟我分享 除了信任還有什麼因素呢 覺得就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啊 或是覺得你沒什麼朋友不會跟別人亂講大嘴 扒開你要往哪個方向想囉 因為在內容上我也不能給什麼評論啊 他們說那些人好壞 我也不能隨便單方面的這樣講 因為這樣不夠全面 所以我就是默默的聽 在松山高級餐廳腰月而平日的晚上 聽他 這個他是一個女生的他 聽他以前暧昧的學長奇妙關係 但現在他們不可能了 那麼親密 曾經那麼親密 卻連一張合照都沒有潛在地下的這些事 然後他信就沒了 蛤 他寫到一半就 我們不要追究為什麼 我們就快速的進入下一封 阿巴巴巴巴巴巴 范米 欸也是好久不見的范米 我的老天鵝啊 青春夢怎麼這麼快就醒了 看到最後一天的直播其實我很驚訝 因為我壓根就沒有想到那天會是最後一集的青春點點點 我躲在被窩裡面看直播我超想放聲大哭的 嗚嗚嗚 但幸好你們保留了馬克信箱也用另外一種方式呈現 想聽我們講話想聽我講話就只能在這邊講 事後想想我哭屁啊每個禮拜六晚上可以看見瑪莉 電視廣告可以聽見馬克的聲音 這樣就足夠了也是一封短短的小信 哇今天感覺起來一開始喔狀況好喔 這封信有100塊 酷喔 哈哈 搖搖英靈 哈哈哈哈 拿到錢 我覺得搖鈴 快把那個100收好 欸這樣最後我們會變成那個欸 就是心理學實驗裡面巴普洛夫的狗 他就是 什麼意思啊你說搖鈴 搖鈴然後狗就會流口水 因為聽那個制約反應啊 所以現在聽眾我也想聽到搖鈴 就要捐錢 那不就跟一般看直播就是說 啊想想要真的很一點跑車給我喔 然後就叮叮就會燈燈燈啦這個音效 對啊 那多咬幾次快 我看那個回憂要怎麼寄呢 你先解釋一下回憂上上面要寫什麼好了 你就是要附上一個信封 他有附信封 但是他就說啊附信封之後還要幹嘛 上面那個信封呢寫好你家的住主 你的真實姓名 貼好一張五塊錢的郵票 就可以了 馬克馬丁你們好,我是A加 聽到節目倒數五集的時候十分震驚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到馬克信箱 卻是在最愛的青春點點結束之後 所以我決定先來說說我是怎麼遇見點點點的 我是台中人 所以就我剛剛本來想要直接說 打開廣播啊,不然的 我是偶然在iPhone的Podcast上面發現點點點的 感謝幫我們做Podcast的殺局 殺局大大,第一次聽到就瘋狂的愛上這個節目 我想這就是緣分吧 不過一段時間之後Podcast卻停止更新 只好到網路上找錄音檔來聽 可這樣一來就變得有點斷斷續續 因為要把錄音檔放到iPhone裡面有一點麻煩 只能等有時間的時候才做 就這樣斷斷續續,斷斷續續聽了三年 今年二月,Podcast上面忽然又有新集數的點點點了 我心想終於可以聽到每一集了 卻沒想到這一次的再次相會 卻是我們要說再見的時候 短短的一個月 雖然陪了我三年的點點點就這樣結束了 但馬克信箱不死 青春點點點不死 細數了這三年 我居然只有留過一次的詩日留言 哈過一次的哈里路亞 點過一次溫馨點歌區 恩...好吧 我想我可能不是一名稱職的聽眾 請加貓叫的音效 至於Colin的話,我終於在倒數第三集成功了 非常難打 我從倒數第四集那天打了六百多通 倒數第三集的時候 第140通的時候打通了 也獲得我期待已久的新登場 被截起來的時候呢 又驚喜又緊張 所以有點不知所云 原本我根本已經想好要講什麼了 可是那個時候就忘了一乾二淨 不過還是很開心有Colin 話說呢 我在第一年聽到這個節目之後 就有想過要寫信到馬克信箱 我想這就是拖延病吧 一拖就是三年 但這一次我要朝每月一封信 給馬克信箱這個目標前進 希望我們能達成 又開始誇口囉 我試過無數個失敗的案例 我就不一一舉名了 寫這封信的時候 你應該要把他名單列下來才對 對 每次都要唱名 不過這樣我們信應該會永遠回不完 因為唱名一集的節目時間就沒了 寫這封信的時候 我在review青春點點最後一集 最後瑪莉姐說故事的時候哭了 我又哭了第二遍 我想我暫時不敢再複習一次 322那幾天要出國去玩 想買些禮物送馬克瑪莉還有牆牆 敬請期待 最後的最後呢 這就從DJ100塊還有送上一包 滑達軟Q喉糖 希望哥 我需要這個 你的咳嗽可以好一點 謝謝 軟Q喉糖 滑達就是那一個嘛 那個女生吃的就會學警車 哇哇哇哇 叫的那一排嘛 對對對對對 比基尼人 比基尼人 是一個潛水很深 總是默默的從你們那兒接收許多歡笑 但卻沒有能勇氣打電話call in的人 那你進你的比基尼叫給我們看 挂號可能是怕被馬克掛電話吧 我怎麼會掛你電話呢 我們 你只要一打專線說我是比基尼 然後就什麼 是打給變態專線嗎 語氣和點點的相遇算是一種邂逅啦 好浪漫 我現在二十有 這個數字寫得很小 有多少有多少 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了 那二十有七 遙響當年還是一個為學測指考戰鬥的高中屁孩 偶然的因為聽過 聽完了夜光家族 夜光家族 光語哥的節目 每晚呢都瘋狂的 亞比亞比亞比來亞比去的到底 沉迷在光語請藝人上節目訪談後的有獎真答 哇 你說會送出藝人相關的東西嗎 比如他的拍立的 對 而且重點都很難 光語哥常常啦 提目都啊 你要聽完整集才會 還有筆記 對 今天播的第三首歌是哪一首呢 或者一 有時候會很變態 什麼一開始的問的第一個問題 那你如果從中間加入 真的就是沒有辦法參與 對啊 好 漸漸的呢 呃 他說他去領過的贈品 是泛泛我們的紀念日專輯 哇送專輯 一張專輯耶 這麼好 漸漸廣播開始陪我讀書 成為一種消遣 就在此時 大概是民國九十五年吧 那天的晚關 晚關 晚 晚關收音機 晚 那天晚關收音機 開啟了我與點點點的相知相遇 然後我就拋棄了夜光家 從此只愛點點點 首先在這段有點點點的時光中先告解一下 就是考上大學之後我離開了台北城護城河之外 就在點點點消失了這四年 直到我又回到了城邊住後 科技發達了手機智慧了我也回來了 那些歡笑依然滿點甚至連我哥也默默加入追隨 大半夜都搞得我們笑得 賣叮賣當 每每都是搞得一個太high弄到整個太亢奮 研究生實的生活呢 除了論文寫作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不管多晚都會打開聽 雖然很常是上一秒笑完 下一秒廣告秒入眠 也就是不記得我到底聽到哪 我想可能是我也大的關係 許多寧靜的夜晚是在有你們的笑聲哈拉聲中度過的 很感激感恩 而這些夜半回憶真的是只有經歷過才懂的 你們的魅力幽默用心 我們都感受得到很久很多 失去了你們我們可能會得到健康 充足睡眠 但那些用睡眠患得的回憶 與當下life的刺激是無可取代的 路要自己走接下來沒有你們的深夜 我也會繼續回顧錄音檔慢慢的補足 祝你們都能紅圖大展 心想事成珍重再見 寫於3月8號婦女節 第一個沒有點點點的夜晚 比基尼老人 哇他把一張信寫得好滿 最後還寫說 啊對了我有一次在古庭站內 看到一個很像馬克的人 我也想要巧遇瑪莉 另外當最後夜瑪莉講到搶牆吃藥 還洗盤子擱到手 我整個回憶印象都浮現了 那個時候真的超鏘的 也就哭了 蛤 欸你怎麼會再這麼奇怪一點哭啊 原來我也聽了這麼久 希望能有你們三個人的回憶錄 我們都還沒死欸 我們死了嗎 對啊 好讓我這金魚腦可以換回記憶 好的感謝你比基尼人 這封信呢俗恩馬克瑪莉好 聽到了上次回覆 聽著瑪莉唸我的信眼睛紅紅 謝謝你們在最後玩那個爸媽翻譯包 我好像翻譯爸媽的話吧 我笑了 也許我寫完之後問題依舊不斷上演 那只能讓自己視而不見無視他們 2017年第一封信 1月我吃了公司的尾牙 吃尾牙那一天是星期五要上班 然後呢行銷部有一位同事偷偷的給了我一個收工紅包 偷偷 我有聽過開工紅包啦 可是收工紅包我是第一次聽 也是第一次收到 可能是前一晚我很晚下班 他 沒收工就馬髒話 你明明就沒看 你在那邊學在講這個什麼東西 我有看啦這個 他打來通電話到我的公司手機 請我幫他查事情 問了我一句 欸怎麼還沒下班啊 那時候我就回說 你要不要收年終獎金過年 要知道就不要問為什麼 要收到就不要問為什麼 算啦這些都是我腦補了 可能他單純想給 給而已 我們公司尾牙普普通通吃飯抽獎 獎金紅包跟以前一樣 我們也不會起哄 我們也不會喊捐出去 收到就領好收好就這樣 嗯這樣也不錯 上一次聽錄音檔聽到 Amy回報跟網友見面的事情 真的好複雜喔 猜不透 Amy回報什麼 我怎麼不記得了 對啊我也不記得Amy跟網友見面在講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 有一點沒有啊就是也是馬克信箱啊 好像有點很模糊的印象 完全不記得耶 他只有說他完全就是猜不透 我們不太記得那個故事的細節了 所以如果就是大家寫信給馬克信箱 你們要提到那個 前情提要 前情提要 可能需要一點前情提要 今年的新年來的比較快 從聖誕節開始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我完全對新年無感 是不是因為年紀大了呢 感覺小孩子比較期待 新年對華人來說是大節日 新鞋新衣都一定要有 有些長輩還很執意說一定要有新鈔票 嗯 今年銀行的新值差不多 有同事就說 A銀行換不到 就去銀行B或銀行C 反正一定要換到就對了 可是我就想 啊紅包不就是包出去嗎 啊不就是到別人小孩手中 你這樣換新鈔有意義嗎 沒有 2016年我記得好像有寫信到馬克信箱說 2016我希望可以多抽出時間來閱讀 結果當然就是 哈哈沒有完成 另外一件有完成的事情是 忘了是15年還是16年的時候 馬克在節目上說 人不能被壓抑 嗯 要存一筆玩樂費 哦對對對 讓自己可以放鬆自己 是是是 聽到玩樂費 我有點像被高人點醒一樣 嗯 於是在16年我就規定自己 另外多存一筆玩樂費 每個月都固定存下來 今年真的有存到不少耶 哦而且補充一下這個玩樂費啊 這個玩樂費 其實你是要存起來 然後讓你花得像個有錢人一樣 意思就是譬如說 平常呢你去 呃膠底按摩 嗯好了 你可能就會去一些 你習慣的一些店家 那些習慣店家可能就會覺得 哦他CP值很好 嗯 嗯 譬如說20分鐘假設300塊 那你就覺得哦他按很好 嗯 那這筆玩樂費呢就是 呃 假設你存到一筆錢 嗯 然後你去最高檔的 五星級飯 對五星級飯店的那種等級 可能同樣二三十分鐘 可是要價五千塊 嗯 這樣子 然後這種東西就是讓你享受用的 嗯 嗯 就讓你習慣就是 我要當個有錢人的那種花錢 然後你存一筆錢是讓你用來奢侈浪費的 雖然這個這個概念聽起來好像蠻 怪 對聽起來好像有點衝突 嗯 但其實其實你會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習慣 嗯 呃你花錢是一種習慣 然後你你你是 呃你到了一家餐廳 你看菜單 你第一眼都先看價錢 嗯 這是一種習慣 但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錢嘛 所以我們會先在意說 哦這個會不會太貴我負擔不起 嗯 但那筆玩樂費就是要你用來說 沒有 我今天就是一個富豪 嗯 我一進去以後我可以直接說 你們今天最貴的什麼 什麼海鮮十架是不是 嗯 那個我要我要來一點 嗯 的那一種態度 你有在做這件事情嗎 呃很難 會有點會有點 呃會有點轉換期 但現在我進餐廳 哦沒有沒有 當青春點點點這個節目沒了 我的收入頓時少了三分之二之後 這件事情又有點把我拉回到現實 嗯 嗯 但是呃之前的那 我覺得之前那一兩年可能是我收入最好的時候 嗯 目前在人生當中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做有存玩樂費的時候 我現在還是有存玩樂費啊 這玩樂費就沒有那麼多 嗯 所以那個時候玩樂費比較多的時候 我的確是養成了我去吃餐廳 我是不看價錢 哦 或是之前可能在 在歐馬克的Facebook分享說我可能去哪裡玩 然後我住什麼飯店 然後花了多少錢 下面就有聽眾回說 好貴這個 對他說台灣旅遊花什麼 台灣旅遊一晚花一萬七什麼神經病 欸可是我不是要說台灣旅遊真的很貴 在台灣本島旅遊很花錢 台灣住宿太貴了 對啊 真的太貴 他們就是不會降價 對 真的太貴 為什麼 呃 去年許的願望沒有完成 哇 我還以為開玩笑而已 結果我們真的都有去追問 真的假的 對啊 就一年就打給你那一次 嗯 就是比如說第一個小時就是 我們就是追說你記得你去年許什麼嗎 你有成功嗎 然後下個小時開放你許願今年 然後我們明年再打給你 所以你有記錄下來 有有有就擦他們電話跟 哇時空 時光膠囊欸 因為他們有說他們如果沒有達成的話要幹嘛 比如說要請電台人喝飲料 就是你要有一個就是 你如果輸了要有付出就對了 我覺得這好棒喔 嗯 12月12我也要做這個 如果節目還在的話 嗯 如果節目話可以講那麼多的話 馬來西亞的 好爽喔 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啊 被聽到也沒關係 啊 也不會被聽到 欸你給我偷偷撿起來要去告狀喔 我這樣對人家很小人喔 馬來西亞的電台廣播節目 新年前有一個專題叫做 今年年中多少 很多人打算進去分享都說 喔沒領到公司沒賺錢 有半個月年終就算不錯等等之類的 沒有人打進電台說有一年年終的 報紙上有報導說 欸某某企業啊 他們發一年的年終 我跟朋友就討論說 到底 到底那些比如說發半年以上年終的公司錢 從哪裡來的 就賺很多啊 我大學同學跟我說 他拿了兩個半月的年終 其實是底薪除以12乘以2.5 嗯 沒錯啊 這本來就是 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算啊 啊不然咧 底薪除12喔 就底薪的年薪除以12吧 底薪不就是每個月底薪嗎 如果是每個月底薪再除以12有點過分吧 那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就不算年終啊 嗯 我以前很羨慕知道之後發現 蛤傻了 他的兩 他的兩個半月算法我第一次聽到 如果是一個月然後再除以12個月 沒有道理啊 這好 這真的整人遊戲 這什麼數學算是啊 我一 我出社會領的一個月就是底薪 一個月沒有別的 兩個月就是底薪乘2 所以應該就是我們說的很離譜的算法吧 不然他怎麼會震驚 對啊太震驚了 今年公司發到年終之後 很多同事開始問主管 會調心嗎 會調心啊 我也跟主管談過 答案是不太可能 經濟不好嗎 017看不到前景啊 我朋友安慰我說 把我12個月的薪水再加兩個月的年終 再除以12平均起來就當自己加薪了 這哪是安慰 這哪是啊 好爛喔 接下來我要分享一件事 馬克應該有點共鳴 好 馬力應該沒什麼興趣 聽聽 新年的時候待在家看電視 電台 重播新加坡電影 叫做 新兵正傳3 蛙人傳 你要去哪 我記得第一部跟第二部 台灣也有上映 但第三部應該沒有 這電影在新馬兩地有不錯的成績 反正新兵自然故事就是在講 熊 正 在馬來西亞2004年的時候開始有了當兵這個規定 什麼 馬來西亞也要當兵喔 這裡規定當兵採取抽籤方式 年滿17歲政府會抽籤 被抽中的高中畢業以後 也就是18歲你就要入營三個月 這是某一種飢餓遊戲嗎 就是短短三個月喔 羨慕吧 不過這個不是只有男生 男女都會抽籤 嚴格來說這應該算是一個國民服務吧 不叫當兵 可是裡面的課程就是一些兵役的內容 而我就是那個倒霉鬼 18歲那年我被抽中了 參加這三個月的兵役 那次是我第一次離家到外面常住 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所謂的營地 一般都在很鄉下又偏僻的地方 像是要經過一大片 游棕園橡膠園之類的 男生要剪阿兵哥的頭 女生不用 反正整齊就好 第一天營地 不管你看到什麼帥哥 等下午他們被教官剪了阿兵哥頭 你就再也認不出來了 對台灣來說去當兵 就要跟陌生人一起生活 對我們來說不只陌生 更麻煩更難的是 你要跟不同種族的人一起生活 然後馬來西亞很多馬來人阿印度人阿 並生活都很規律 早上六點跑超常 早起對我來說太困難了 特別我們華人早起洗刷什麼 沖冰水澡太難了 營地沒有熱水 最後我們就放棄早上洗澡這件事情 然後馬來人跟印度人就覺得 哎呦 早上不洗澡很奇怪 我之後拜託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五點四十五分再叫我 我還把早上集合規定的運動服 當睡衣直接穿好 早上可以馬上去集合 有些人會這樣 對 欸對 那你剛好不這樣 冬天就直接穿好不就好了 不是阿 當你是新兵的時候 有時候會查房阿 喔你就是查房 那是違規就對了 對啊 你穿什麼 出來 報告班長我冷 冷不會蓋棉被 出來 脫掉 哭 哭什麼哭 哈哈哈哈哈哈 班長為什麼不睡覺 班長 班長臉變囉 班長腦子在想要怎麼用言語電報我 可是還來不及想到對不對 沒料到的菜鳥這樣回話吧 真的耶 質問班長為什麼不睡覺 沒有聽過這麼天的 你以後死定了 你死定了 喔 絕對不能當兵 不能安對 安對 雖然這是一個很懶的方法 可是要生存 只能這樣想 早餐時間後有安排我們上課 午餐後一樣是上課 或是一些體能訓練 晚餐時間呢會有不同的簡報 然後11點必須睡覺 吃飯的方面也很難適應啊 每天三餐都是辣的 蛤 都是馬來人的食物 喔 吃太多辛辣食物真的很難受 我是個電視兒童 我吃飯都要配電視欸 誰給你看電視啊 在營區裡面吃飯沒電視 坐我頓面的我又不太熟 一開始那個禮拜 我真的是沒胃口 我們的晚餐時間被安排在六點 原來這個時間 對其他種族的朋友來說 六點太早了 他們都是八點才吃晚餐 所以不同種族不同生活方式 很多地方要磨合 可是我們不會有那個 黑暗的學長學姐制度 我們一批進來三個月 然後三個月後就是新的一批 教官在罰的時候 懲罰的時候也不會手軟 比如說整天訓練下來 有一組表現不好 那晚上十一點 再罵一遍之後再開罰 10點不是就要睡覺了嗎 那好怪喔 十一點很晚了欸 對啊 要求指定時間內 換好指定的服裝制服到集合點 來回數十次 持續一個小時或九十分鐘 偶爾輕的懲罰是比如說 在太陽下面站半小時 或是開合跳 一百次 體能訓練上的女生 不會被要求太遠 可是基本款一定有 比如說爬竿啊 高牆啊 獨木橋這類的都會有 高牆有兩道 第一個是六米 第二個是九米 女生有特權 就是你只要翻過六米的就好 九米不需要 九米很高欸 高牆是 就是一道九十度的直牆嗎 對啊 啊我怎麼上去 可能有那個啊 如果是六米的話 人是不肯跳過去嘛 所以一定是有繩子啊 就是你攀爬 然後爬過去 我也會有助跑 然後你踩那個牆壁或一些力量 你如果助跑可以跳過六米高牆 哈哈哈 我覺得你應該是有某一種潛質啦 所以那個就是有繩子就是弄上去 應該是攀爬 對啊 另外一種比較難的就是 呃台灣當兵會過不去的是板牆 板牆可能就可能 兩米多 可是你是要徒手過去 沒有任何繩子 這個我想像中的就是那個啊 大家不就衝很快 然後就蹬兩下上去 呃不是蹬牆 其實是你的 你跳上去以後 你的手臂要在那個牆的上面 然後用擺盪式的這樣晃過去 蛤 就是 譬如說這次 我這麼矮 然後這樣跳跳跳跳 我要先 弄到這裡 好像要偷盔一樣 手卡在上面 對對對 然後就是 看你用什麼方式 如果大部分人是 那不可以用手的力量 把我自己撐起來 對如果你的手是有力量 你就直接撐起來 然後這樣爬這樣過去 蛤 然後不行的話就會 我就會在下面這樣子擺 擺我下面下體 左右擺下體 對啊擺下體 然後把我自己這樣盪上去 有辦法 手卡在那邊的時候左右擺嗎 對啊 怎麼弄的 怎麼弄你要試試看嗎 我們要在台北市哪裡找板牆給你玩 那個很難耶 找一間國小好了 那天就是有一次 我不是很無聊 在那個 什麼市民大八的公園那邊 說安安靜靜的來賞音 然後裡面就是有那個 那個是什麼單槓 對 我朋友他們小時候都有玩過單槓 對啊 他們說他們翻得過去 喔就整個這樣 對對對 他就掛了你就過去 我說那個手怎麼會有力量 他們說那個不是手 是你腹部一個 對一個身體的 我不是在說什麼啊 我就真的沒有經歷過 覺得很神秘 我也翻不過去 會怕怕 那如果一直卡在板牆怎麼辦 啊就大家都在看你啊 所以可是那個 我看電影都很多人一起衝 那下面人不會就是 好心幫我扶一下腳 讓我蹬上去這樣 就看你人緣好不好囉 啊 然後看就是 班長 嚴不嚴格囉 但是你但是 但你不能幫忙你的那個 隊友就是 撐他上去 有時候會 胖子上得去嗎 對啊 胖胖的人就上不去了啊 就看那個執行人嚴不嚴格嗎 就很嚴格的話 你當然不能幫啊 但如果你就衝了三四次 四五次你都過不去 然後最後就會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你就知道說你真的是不行 然後人家幫一下 就是會想 後面不會幫一下 哈哈哈哈 就自己講 不然他就耗在那邊啊怎麼辦 後面不會幫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啊 到底有沒有自己的原則啊 一下又演 一下又叫人家幫 都同梯的 會不會幫一下 好啊 他說 女生可以說 我今天生理期不舒服 就可以休息一天 但一個月只能用一次 我們三個月的兵期是 只有一次會休三天的連假 只有這三天可以回家 平常週末完全不可以回家 爸爸媽媽可以在第二 跟第四個星期日來採訪 然後第一跟第三個星期日 會安排我們到附近社區 參加宗教活動 我記得第一次放我們出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我心情非常激動 營地在很偏僻的地方 根本不會有外人 第一次放出是我真的覺得 啊回到人間 對啊 星期天是大家的開心日 除了 要被關過才會有這種激動感 真的 欸他們真的有嚴格說不准用手機耶 只有那個星期天可以領回自己的手機 我們那時候也是啊 是現在可以了 現在都可以帶手機了 對啊 營地免不了多少有些靈異事件 有一陣子出現過有兩位女生有不尋常的行為 老師有感應 呵呵 你以前有看那個 這是什麼 你有沒有看見小時候靈異節目 沒有 以前有一陣子節目很流行 就是要去一些 我以為你給我那個 郭書瑤最新的通靈少女梗 那我真的沒抓到 因為我沒有看那個 不是 以前真的就是會帶一群人去那個啊 靈異旅行社啊 就去墓地或是廢墟啊 然後就安排你站在一些很黑的角落 他們現場會有一個老師 就是不知道什麼宗教哪個的 然後你只要有感應你就要舉手 老師我有感應 對 然後老師就會過去 這怎麼聽起來很戲虐啊 欸有人就說 老師我有感應了 噁噁噁 好嚴喔 就會精軟然後就倒地 然後就一直這樣 然後反正就準說 老師它是不行了 老師 然後這個好像你的數學在太硬了 不是 阿你就愛報名 因為那個你身體不好 就不要報名啊 好怪喔 老師我有感應了 嗯 我看一下這說到哪 他說每到深夜 兩個女生都會有很多動靜 像是他們會一直想要去訓練場地 的湖裡面 蛤 大家有說好像被附身了 好恐怖喔 當初去當兵覺得很討厭 一直被困住 結束一切之後出來工作多年 偶爾會想 欸當年一起被罰 一起熬過的那個感覺 獨一無二呢 嗯 那個時候不管多不喜歡教官的無理體法 嗯 現在就變成另一種風景了 這活動呢 真的讓我們不同種族的小孩 一起24小時的生活 多方便了解 嗯 本來呢這封信要在新年前寄出 最後越寫越長 新年過完我也還沒寫完 寫到節目都沒了 哈哈哈哈 寄到的時候節目都沒了 元宵節當天去看了52赫子我愛你 我超喜歡的 一開始呢 也因為這部電影 純粹有四個主唱 我就跑去看了 哇馬來西亞台灣同步喔 全部電影都以歌曲串起來 覺得有趣又歡樂 這是我第一次看完電影是很開心走出來的 第一次覺得元宵節情人節一個人看電影 也不孤單喔 俗恩說下次再跟我們說其他的故事 敬歌緊送 台灣新銳編曲家上 改編華人女丹傳唱金曲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將原本放課的動感節奏 轉化為滿意不捨知情的離別依依 請聽小變態王令翔 事情就是你想的這樣 我們請教堂 開店 好嗎 有請教堂 我們請教堂 謝謝堂 我們請教堂 然後請教堂 我們請教堂 我們請教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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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日了我好想吃蛋糕啊 想吃蛋糕你想吃什么蛋糕呀 我想吃看起来就是很浮夸像艺术品一般的镜面蛋糕 好啊 快上Facebook搜寻 汉克自肥甜点 嗨你们好呀 听到你们不主持了有点大难过 有点大难过 这到底是什么矛盾的情绪 我算是菜鸟级的听众啊 我小六开始 但我现在国三会考都还没考完 原本以为你们会陪伴很久很久 但如今 好啦 虽然我不曾扣印过电话 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寄出的信 其实我有写过两三封 但内容好像有点 Boring 所以就不寄了 这次我是很认真 很认真的提笔 我是蛮忠诚的点粉 有了你们呢 我自己睡的夜晚 不孤单 还会在床上自嗨 结束两点都还进不下来 明知道明天要上课 却无法克制自己 我一听了一听了 听了结束 隔天带了那个猫熊眼眼无妨 今天呢 我是想要说 不是我写信的当下 是离会考的时候 只剩下80天 每天呢 到学校 这三餐考试 就一直考考考 一直考考考 虽然对我来说效果不大 而且有时还会打击我幼小的心灵 但为了想要 的学校 还是想要 再拼一下 或许你们不会好奇我的目标 但我还是很想说 我想读户专 怎么说呢 其实原本很想要读公立高中 但想到了就业 就虽然户事这条路会很艰辛 可是我想要先苦后干 未来对我来说呢 说远不远 说快 那如果一直干不了怎么办 你说当户事不会 不会有干的一天 对啊 如果永远都 资源这么缺乏 你就是要cover很多事情 就是一直没有心血进来 你就一直陷入这样的 然后决定就是我出国 出国当护士 嗯 嗯 好 对我来说呢 如果要读公立的护专 可能要离乡背井 从台北跑到台南 一想到就痛苦 嗯 不过或许我想太多了 也不一定能考上 可以为我加油吗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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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最后 我想要说 我会记得你们和青春点点陪伴我每一晚 对了 我叫做 Leona Leona 好 Leona请你加油哦 2 青春点点点马克玛丽 326 周日版的点点不见 怪怪的 但听重播的马克信箱 也不错 这一次我是想提一下 Taco的信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Taco 嗯 但我觉得他讲得很对 我也是一个常常人生被别人主宰的人 虽然说我才18岁 但有很多事是自己能决定的 可是都是我爸在主导一切 嗯 让我真正能因为一件事而成长的机会很少 明明我知道我自己是个有计划跟想法的人 可是我爸又觉得啊 不通啦 不通啦 爸爸才是对的啦 不通跳下水 这次写信 我特别想问一件事情 怎样 喜欢一个人 跟他在一起 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的啊 干嘛 这有什么好错的 我就说会不会梦想就幻灭了这样子 重点是 难道这个年纪 高中生 大学生 我不能跟喜欢的人一起做事吗 大学生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高中生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我真正 我忽然觉得很迷惘 明明我人生唯一真正快的那段日子 是我男朋友给的 嘿嘿 可是自从我爸介入我跟我男友的交往 嘿嘿 把事情在学校给搞大 可是根本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反正我被我爸要求 不准跟男友再有往来 嗯 我几乎 有一天 每一天的在过日子 嗯 我都开始让自己怀疑我自己交往是错的吗 后来想想 家规不一定是对的吧 我很清楚 明白为了课业 反正呢 家里就是不准我有爱情的出现 所以我已经做好男友会随时离开我的准备 嗯 其实我们的爱 曾经那么的美好 诶这个我怎么有点印象啊 这个你回过吧 你是不是又丢回去了 可是 我觉得这个你回过啊 然后最后 他是不是说就是 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然后可是他什么功课就不好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我觉得有讲过类似 可是又不太像 因为我现在也打开到一封是 是 是Brenda的信 然后我也觉得这封信好像看过 因为我记得他要给他痘痘相思痘 可是他好像 我没有印象他有给予 告诉我们相思痘的意义 还是那个时候 你就觉得相思痘的意义 实在是不需要提 你就整段跳过 会不会 还是他讲了两封信都是在 挣扎 到底能不能跟男友在一起 他给男友18颗相思痘 象征18岁那年的快乐是你给我的 我觉得怎么觉得 好像有听过啊 未来如果我能交往 我会再把相思痘跟他给找回来 我爸都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批评男朋友 根本就不懂 还说什么 我告诉你 你未来一定不会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现在思考就是 我想知道我会坚持多久啊 搞不好 我就是要坚持跟他在一起 只是我不知道男方 会不会愿意等我这么久而已 会不会他在大学看到其他可爱又乖乖的女生 就离开我了呢 我男友说不会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 有人愿意等那么久吗 呃 你就当不愿意嘛 就当 呃 都是因为这样 大学申请的资料跟指考进度 现在是理 因为我花太多时间 在吵架跟沮丧上面了 唉 如果今生只能当一次人类 我希望老天也可以在未来 让我想想我想要的生活跟日子 我不想要再被悲观跟失落给困住了 虽然现在上课期间 我还是可以跟我男朋友说一两句话 看看他几眼到未来 点点点点点 可能我是要珍惜现在一切吧 这剩一点点的光阴 我知道我跟他不可能同大学 或许现在很平淡 是在为我们未来的大学路给铺路啊 嗯 嗯 嗯 还是因为就是他的状况 跟上次回的那一位Taco 实在是太像 所以让我们有点deja vu 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靠这几张信纸寄来电台 我要让你知道我还活着 呃 这在跟他男友喊话是不是 我想应该是吧 OK 我希望我有十足的机会 可以上北市大公共行政 或是东吴政治 嗯 大学四年 四 我都不会交其他男朋友的 因为我的心真的只有你的存在 哇 我每天会跟教授研究 认真念书 我会强大自己 我有机会转系就转法律 让自己呈现低欲望的状态 我知道我不是不行的哦 然后我会多听点点点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了 我会学会笑 嗯 我确定这份我没回过 对 我念到这边我确定了 唉 他下句写得非常的好 我目前最想改的 就是我不受控的情绪 对啊 我这听起来有点恐怖哎 嗯 我想 然后他下句说 我的人生打了个问号 他要跟自己喊话 我一定加油 这个好恐怖哦 年纪轻轻就 也不能这样讲 这个 不要 不是用恐怖 他就是有点情绪起伏 有点太大了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下就是会 往那个太阳就是 会让我有点担心 如果你未来遭受到 什么挫折的时候 就会断线了 他叫做 就是会遭遇见 他叫做小瓜 他说 我好像不小心把这个忧虑写得太沉重了 抱歉 不管怎么样 未来要活得好好的 就算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也要试着喜欢 嗯 或许你考上了大学 你可能可以已经住到外面了 嗯 离家远一点 你就可以开始 多实施你 你心目中的想法 或是你的计划 嗯嗯嗯 但目前住家里的确是比较难啦 嗯嗯 就让我想到上个礼拜 有听众说就是 节目结束以后 他不担心强强跟玛丽 然后比较担心我 嗯 他觉得就是我很忧郁 嗯 然后我会出事 哎 上次是谁这样跟我讲 他也是 你说电台的人哦 还是 还是你朋友 还是谁 他就说 还是桃子姐 他就说 哎 就是现在 那现在马克还好吗 嗯 他看起来很忧郁 然后我就说 他可能只是长的那个样子吧 嗯 然后问我说 他们有忧郁症吗 嗯 我说我觉得他应该 小桃啦 哦 我说小桃 他就说 我就说 他应该没有忧郁症 他应该只有拖延病 嗯嗯 然后他说 拖延病 那是什么 嗯 然后就说 哦这是什么事情都要压到最后一刻压线 嗯哼 他说 那会怎么样吗 會啊,就是會不開心啊 對,我就說他們會很困擾,就沒有辦法,就說是喔 我覺得有很多就是會有情緒問題的人就是 可能拖延真是其中一個,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都想很多,想很多就是說 我在想說,喔我以後要成為這樣這樣這樣的人 然後我想要這樣這樣這樣做,可是都沒有去做 所以就會一直,你會讓自己一直失望 然後對自己一直不滿意,那當然就會有那些情緒出現 對阿,所以就是一個改 如果你現在已經知道就是你的情緒起伏很大 然後你有時候常會有一些憂鬱跟擔憂的情緒 你就只要下一次再想到說 我想要成為什麼,我想要做什麼時候 馬上去做,你瞬間那個憂鬱會鑑定很多 你自己都不會馬上去做了,你叫人家馬上去做 對阿,就像,不要舉這個例子有點傷人 好的,這一封信呢,我說我有回過 來自於多倫多的Brenda 最近我加入那個 就是便宜機票連假航空那個粉絲團 我最近的嗜好就是截大家按讚的那個圖 然後再問大家說你要幹嘛 然後再傳給那個人說,按這個幹嘛 然後就說,怎麼開始在意這個阿 這很變態耶 不是阿,想說你沒事按廉價,你就是要買機票嘛 就是想要出去玩阿,為未來做準備阿 然後我看到那個 那當然也不用聽你太擔心阿 還是有很多閒情意志出去玩的嗎 還是有一點,你知道阿 欸等一下,我是因為我有存...幹嘛幹嘛 欸大家捐錢囉,聽到鈴鐺了嗎 巴普洛夫的狗,投水流出來啦 就欸那些機票真便宜到誇張耶 可是那個點是你想去的嗎 我那天看到British Airway就是英國航空 然後當然那個時間不是太好啦 可能一二三四跟十一十二月 欸那不就是十月到四月嗎 對,十一月到四月 你去瑞典只要兩萬塊 怎麼做便宜 盧森寶兩萬塊 瑞典只要兩萬是不是要轉機轉二十次 這我是沒有看啦 對啊,然後就... 就像你仔細一點看下面... 然後很多都很便宜 然後譬如說加拿大溫哥華 兩萬一 然後雪梨兩萬 什麼墨爾本什麼 都是兩萬,然後你可以去很遠的地方欸 那你訂了嗎 我沒有阿,我沒有假期阿 對啊 我那時候看到溫哥華我就想到Gordon 還有我的Jennifer 你的 這封信呢 是來自於很久不見的杏仁茶 天啊 之前我只是看到飛碟經營不善的新聞 結果金額甜甜甜 竟然就這樣沒了 說來真對不起你們 你記得我上次寫信好像是去年五六月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我 我記得阿,你怎麼會不記得 Brenda呢 不是,杏仁茶 喔杏仁茶 他就是轉了很多系的那個大學生阿 對啊 一直想要轉到更好更好更好的系這樣子 好 不知不覺我轉來這裡也滿一年了 回顧上個學期呢 課業真的很重 雖然有跟朋友出去玩阿 但真的沒有像大一大二那樣子 就是不用看重學校課業 甚至呢我覺得比高中還要念更多的書喔 喔 這不是應該的嗎 念大學不然就應該要念比高中更多的書 很難說喔 對啊有些人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要這樣 不過上學期呢 我又加了一個一直想要加入的社團 然後繼續學法文 法文 暑假的時候呢 自己一個人出國自助旅行兩個禮拜 記得那個時候在重考班晚自習的時候呢 我在筆記本寫下許多 調未來想要嘗試的事 現在終於完成幾項囉 雖然還是受到現實的限制 至少我有一步一步在前進 而這個學期呢 功課更忙了 幾乎每週一次大考 大部分同學呢 有為了國考去補習 不過許多習的我當然拒絕再踏入補習班 仔細想想 這學期玩樂的時間應該更少 不過這樣也好 可以靜下心來 在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上努力 好的 感謝你 就是還有機會再聽到 杏仁茶的現況 然後也希望你在現在這個系 可以更快樂更開心 在你的大學生活更豐富更充實 這封信來自於TT Have a good day 哈囉馬克瑪莉 今天是3月7號 沒想到我這麼快要寫信了 我是台北的TT 我們已經進入到3月 3月7號 沒有我們還在最後一天 現在是7號的10點41分我在上班 邊聽最後一集的馬克信箱 絕對感傷 但還好你們還有哥哥 妹妹 有意思 任我沒有太難過 沒有完全失去你們 至於早上的公車時段 我決定從早期的 最最最最早期的點點點開始聽 今天想跟你們分享的是 關於我是一個悲觀網的故事 我是一個搭飛機前會很緊張的人 尤其是長途飛機 我都想在出發前寫好遺書 或是決別書之類的 可以啊 但其實寫遺書是蠻正確啊 我覺得你每一次 如果你有這種憂慮 你就把這些憂慮寫出來 它會有 它會很好的幫助你減少這些憂慮 而且更棒的是你每次寫啊 你那個決別書你都不要撕掉 你寫完以後你看看之前的 你會發現你的人生在前進 你在關注不一樣 你在交代不一樣的事情 雖然出國的次數不算少 但越長大越怕搭飛機 然後呢 也會把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全都往悲觀的方向去想 嗯哼 可是自己又很不喜歡 接受別人的負面能量 所以這些悲觀 也都只是放在腦海裡想想 也不會放上臉書討拍 因為怕 沒有人拍我的話 我就更難過了啦 嗯 加上我也不習慣講出來 一方面覺得 哦還要解釋好累哦 一方面覺得 就算我講了 別人也不一定會理解 嗯哼 我今年的目標是 希望自己可以治好悲觀 變得稍微樂觀一點 然後呢 再多交一兩個朋友 嗯哼 上班之後生活圈好小哦 開始後悔以前沒有出去多玩一下 多認識一些不一樣的人 新的一年一定會更好 馬克馬力也是一起加油 哇今天我們真的會很順欸 是不是 就是 其實只要 shut the fuck up 就好了 我只要閉嘴就好了 我們明明就是一開始就全部講完啦 什麼叫做閉嘴就好 沒有 其實中間有很多點我想要插出來 我就很認真的 你講啊你還記得嗎 我現在不記得啦 就讓它過去順順的過去 我是936 謝謝青春點點點 你們是我的精神糧食 在最後一集結束之前 我還是沒有打電話 進去跟你們說說話 也沒有跟店友們到電台樓下跟你們道別 因為我不會騎車啊 沒有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我 只好乖乖任命待在宿舍收聽最後一集 看直播也一樣啊 所以我決定要寫這份信 已是對青春點點點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並且在最後付上10元舅舅窮DJ 沒有啊沒有錢啊 你趕快騙 我可沒有拿 這一次信都沒有 不是經過我的手喔 你騙我 想要讓我搖鈴鐺是不是 但還是搖一下搖一下搖一下 還有沒有錢 提醒大家要捐錢 好馬克馬力翔翔謝謝你們 我會繼續寫信到馬克信箱的 嗯936期待你的新來信 那如果你要寄信給我們的話呢 現在還是可以一樣的寄信到飛碟電台來 我們的地址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102號25樓 郵遞區號是10084 馬克信箱收